這場上了宇文拓的原因 因為這張地圖宇文拓本身很好用 因為最後的九宮格裡面只剩下六個宮格 只要能撐到那六個宮格 地板優勢很大 BAN古仁德 這邊可能會選擇 拿黑龍 其實硬扛了很多傷害 你們認真看就知道 BAN的曹慶文 這也BAN的曹慶 拿小雪 我跟講 笑到最後本身還蠻喜歡拿狐狸的 本身還蠻喜歡拿狐狸的 所以要把狐狸按掉 提早按掉是不錯的啦 這邊應該提早拿古仁德 再BAN的古仁德跟月盧 月盧加封嗎? 避免轉後手 拿古仁德 然後這邊BAN了什麼? BAN了 咸魚超跟月盧 并連貝勾勾勾拉拉 他把整個笑到最後的主件 推推拉拉主件給BAN掉 BAN掉之外呢 還拿BAN了兩隻刺客角色 所以他就是不讓對面去做一個AOE偷了 然後拿了宇文拓跟諸葛愛 宇文拓跟諸葛愛 宇文拓作為主輸出 然後諸葛愛的話 他這把諸葛愛其實你知道嗎 他們應該看不太出來 他試選諸葛愛是幹嘛 結果他諸葛愛做了拉 蠻多事情 對 就是我 就是我 他後面這個是諸葛愛 他就打AOE的 然後這邊的話選了雙奶 拿了冰璃 你看 雙奶 冰璃 古仁德 你看 場上三隻生兵 對面只有一隻生兵 這個組合難打對不對 結果打穿了 然後最後拿了那個... 蝴蝶啊 拿了蝴蝶雙奶去做一個打穿 他這個真的是最後一手蝴蝶選得很好 蝴蝶身為蝴乃 蝴蝶身為蝴乃是很好的事情 他打不穿蟹雲 他這個組件打不穿蟹雲 然後在推推拉拉控制蟹雲的時候 我跟你講 前面幾回合你明文可以跳過 對 前面幾回合我們就直接跳過好不好 這重點不是那裡 重點是後續這一回合吧 下一回合再下一回合 他那邊往前走的那一回合開始 對對對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 然後順便給你們看一下技能 笑到最後有去轉後手 他有去轉後手 一定是要轉後手 現在就是有神兵欺負沒有神兵的黑黑 因為諸葛愛衣服最少衣料越少威力越大 你看好 瘋媽正常帶法 然後是帶來AOE一個單點 然後古倫德 轟 避時救虛 神器流轉 好 那這邊的話這個死亥人造成 然後這邊特別就是諸葛愛 他是帶了AOE加上四英變血 有沒有 很酷齁 摔完地板就這樣子 這邊他已經知道下一回合可能會打架 然後他在把 因為他比你動過 他比你動過他敢這樣做 然後先鋪地板為聖 因為這邊給了禁療 他必須先清啊 不然古倫德很危險 卡位卡得很好 他就卡在這兩個 他就卡在這兩個 你們認真看啊 他就卡在這兩個 冰璃就過不來後面了嘛 然後因為這一回也會噴火 所以他就可以 站在這邊 就站在這邊 下一回要噴火 他就站在這邊 然後笑到最後就很難處理 這很難處理 我自己也不太會處理啊 很難處理啊 那我就不客氣了 請奉神職 寫了禁癒 該我見招 再噴 黑龍不斷互衛各手真的麻煩 天恩妙邪 這邊其實可以透過推拉 我認為 本來可以透過推拉去做一個打法 你看他這邊想要把那個 宇文拓給吃掉 你看喔 你看喔 他這邊都控的很好 你看他這一手 這一手本來笑到最後想幹嘛 他想再動夏侯儀 透過古倫德的推 把宇文拓推出來 推出來之後 當然透過夏侯儀去把他吃掉 但是他扣著扣著扣著扣到這邊 蟹魚最後動 所以他這一手 不管是擊退宇文拓 還是擊退蟹魚 都沒辦法去吃到宇文拓 因為蟹魚會跑去護衛 但是他這一手 這兩個位置 跟後面的換旗子都換得很好 導致這一手再動 沒什麼優勢 他就只能這樣做 然後你看喔 這邊被噴了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把宇文拓往回送 沒有沒有 他是帶一般的宙石兵 一般的宙石兵 這個時候呢 正常來講 冰妮應該要上來吃吃看蟹魚對不對 正常來講他吃吃看蟹魚 因為他可以蜂脈 不過他這一手把蟹魚吃掉 那有可能而已 可是他蟹魚身上還有什麼 還有涅槃 還有涅槃 還有物防 還有物傷 基本上很難啊 很難的 所以他不敢賭 他就不賭 他這手不賭 他饒過蟹魚一命 但是饒過之後就是導致這隻蟹魚做太多事情 這個蟹魚真的是 蟹魚跟宇文拓這一把做很多事情 那邊束手煩音把對面的buff都加回來 偷回來然後加給大家 繼續卡這兩個位置 他就繼續卡 五疊最後一手選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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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贊成的 他五疊最後一手選的很好 他要繼續卡那一個 他那個宇文拓過去卡 有沒有 從頭到尾宇文拓跟蟹魚就卡在這兩個位置 有沒有 這兩個棒子就卡在這邊有沒有 卡在這邊 然後這一回合又要噴火了 卡得很好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們認真看 其實那一手應該要死 那一手應該要死 你們如果認真看的話 那一手蟹魚點了黑龍的傷害 其實很漂亮 其實很漂亮 就黑龍也抵立了 黑龍也抵立了 本來黑龍應該掛了 下蟹魚傷害也是很漂亮 6711了 正常來講應該要把他點掉了 最後他生兵16185 你看看下蟹魚打多少 你看1617 1617 1617 下來了 太行 這手點掉就結束了 很噁心齁 然後這手也是啦 砥力 673 瘋鈴針 各種砥力耶 說不定黑龍有高法免回血龍 對啊 這手兵你和兵你過不了黑龍 你看 繼續戰那一個 他就繼續戰 而且他這邊很有趣喔 他這邊不怕古倫德去推 他不怕古倫德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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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本身他想要賣掉喔 他有點想 你看這邊其實動的很糟糕你知道嗎 這手把下蟹魚送掉了 這手把下蟹魚送掉啊 很不輸 就這手 這手可能小小失誤 就這手 這手把下蟹魚送掉血量沒辦法復活 他都還沒有復活到他就送掉 你看這手很不輸 你看 束手反應 這手 而且束手反應他其實這手打錯了 他束手反應不應該跑來這手 他應該這邊正常打就好 正常噴就可以 他這種帥 他還好有帶西光回音 這手真的也是也是 沒辦法時間不夠了 大家都失誤 那要這邊喔 這邊打得很好 他這邊去做再動古人 然後他要把黑龍推開 把黑龍推開 把黑龍推開 推開的時候他然後去做冰璃的雙殺 現在這手打得很漂亮 這個我覺得 教導最後已經打出他大龍的風範了 他打出他大龍的風範 然後他打出風範了喔 這邊病人要去透過載動 吃祝格愛 然後再打宇文托 宇文托喔 如果今天宇文托或者是祝格愛其中有一隻 有草宇恨怒跟武尊 很容易翻車喔 要翻車喔 因為他們身上還有物理免傷 那都是報警 如果這一手沒報警 蘇格愛就回下來 看這手也是沒報警 沒報警 沒報警 宇文托就下來了 那宇文托也是砥力 所以就結束了 很舒服 這邊可惜的一點就是 冰璃本身 他站到那一個 站到中間那一個 他宇文托往前燒 就鋪滿地板 然後這隻瘋媽是免傷的 這是故障 天地劫勳章 然後這邊其實 有一點點 這邊其實已經 沒什麼辦法 你知道嗎 這邊沒什麼辦法 他的傷害已經差很多了 在沒辦法處理掉對面的情況下 就是虧 就是虧 小虧 你看喔 這邊吃掉了拓哥沒有用 因為他地板被撕滿 這邊很虧啊 這邊很虧啊 你看他這邊我覺得很可惜 這邊很可惜 這個轟雷掌 這個轟雷掌 應該理論來講 理論來講 應該要去轟宇文托 可能自己思考時間可能不夠 我一直在想說 那一手如果他暈了宇文托 因為宇文托後面這個是牆壁 這一手是牆壁 所以宇文托去轟了他 他就暈在這邊 他暈在這邊就必須動蝴蝶去幫他驅散 而且不一定驅散得到 蝴蝶只能去一個啊 碰雷掌是有暈眩加上電流 如果沒有驅到暈 贏了 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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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然後而且他沒驅散到的同時呢 可以去透過冰璃 吃掉蝴蝶 吃掉蝴蝶 對不對 那這手可能會贏喔 你知道嗎 這手如果去暈了 宇文托可能會贏 可能會贏 那他跑去暈了這個沒有用的 我覺得很可惜 你看這邊吃掉了 吃掉蝴蝶都沒有用 因為他在採毒送掉定魂的時候呢 裡面的地板還是蒸眼龍 所以秘妮還是被燒死 其實沒有被蝴蝶打死還是會被燒死 導致這邊傷害的1萬追不起了 兵破寒光打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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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破寒光 然後那個兵禮免傷 有做到功用 克制到了冰璃 嗨3分之大安安 導致你們剛才效盜最後現在是11萬傷害 冰破寒光只有19傷害而已 追不上 傷害追不上 處理不掉 兩奶一坦 處理不掉剩下3隻打不出傷害 而且他故意把他觀察L型狀 這邊也是很奇怪 我覺得這真的很奇怪 你看喔 這很奇怪 他這邊轟哪一仔也是啊 他不去轟小雪 他不去轟小雪 他不知道小雪後面是牆壁嗎 可能不知道 可能 我也只是說可能不知道而已 一直一直不暈這個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啊 小雪的後面是牆壁啊 很可惜 你看這一個永遠都是這條 我覺得他敗在這邊 如果他早一點把兵禮兔暈掉 然後這一手又把小雪暈掉 他因為還有一回合的 風雷掌 對很可惜耶 真的很可惜 然後對面已經 故意了 對面已經 因為要贏了嘛 對面其實也不是故意啦 因為要贏了 對面處理不掉 打不贏 可以 沒有了 後面,後面就讓他撥完 覺得下一局更精采 下一局更精采,下一局 我們剛剛直播看到後面都很精采 他打的都好精采 他打的都好精采 我是沒看到第一局 但是他這兩局打的非常 不是他這個分數的操作 打的很好 他應該是上面的分數的操作 打的超級好的 回合數也算好了 這回就算被推到外面都沒關係 原來最後是傷害 打的很好,我們來看下一局 我們來看下 看下